北京周四呼吁举行会谈以解决乌克兰危机 到目前为止 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 北京一直避免批评 但在华盛顿DC 美国总统拜登正在采取明确强硬的立场 其实美国的制裁对俄罗斯来说并不是新鲜事 早在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时 美国就对俄罗斯祭出制裁 为了将吞并克里米亚制裁的影响降到最低 俄罗斯一直努力扩大对中国天然气出口 上个月俄罗斯签署了一份 为期30年的向中方供应天然气的合约 双方还同意以欧元而非美元支付 业内分析人士认为 在美国实施制裁后 俄罗斯给了中方有利的贸易条件 这既来自北京的压力 也是因为俄罗斯需要出口收入 现在西方再次对俄罗斯寄出制裁 令人担心的类似状况可能再次上演 俄罗斯是全球五大石油出口国之一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 已经推高了全球油价 格雷斯福说中方若成为俄罗斯能源的单一买家 可能得以主导购买价格从中获利 新唐人记者刘海英指歌综合报道